从翻覆的坦克车 不再具有威胁性的炮口 到散落一地的弹药 在在都显示这里的俄军 在罗拜下仓促逃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7号表示 光是上中 乌军就收复了湿土 776平方公里 但是在顿巴斯地区 仍然在激战中 乌克兰东部城镇巴赫姆特 在顿巴斯地区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而8号泽伦斯基表示 乌军正在坚守巴赫姆特 此外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当地的紧急服务部门 正在将俄军发射的炮弹 轻运出住宅大楼之外 由于俄军 去向乌克兰城市发射飞弹 跟自殺式无人机 然后泽伦斯基也呼吁西方各国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 以力对抗俄罗斯 然而近来 俄军在乌克兰东北部和南部 连连失利 就连俄国内部的批评声浪 都是前所未见 让当局宣布再换将 8号俄国国防部宣布 原本率领乌南俄军部队的苏洛维京 成为了新任的指挥官 统领俄军在乌克兰的攻势 分析指出 上周俄罗斯五个军区就有两个军区更换指挥官 也就是说一周内俄军已经三度进行高层的变动 更有看法认为 原本俄罗斯军队五大集团都是自主领导行动 但苏洛维京的任命可能是一大信号 未来俄军行动将会集中在一个特定区域 环线罗路小平中央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